病毒已經攻進總統府了 如果你真的要與病毒共存的話 現在已經演變成是一個國安事件 總統在跟家人 就是確診家人吃飯之後 才開了全國防疫會議 包括像陳時中 蘇貞昌 賴清德 還有兩個 鄭文燦 還有陳其邁 那他們是不是 統統應該要採檢匡列了呢 如果是以以前的規定的話 這些跟他開會的人 應該都要隔離了 請問你現在這個動作 不像共存嗎 你還是一樣 讓大家馬照跑 舞照跳 然後你跟我講 不好意思喔 不是共存喔 減災的前提 你要要夠啊 結果只有五千份 五千份你要分多少人 所以你要選擇 救哪一個老人喔 是不是今天台灣的疫情 如果真的要與病毒共存的話 現在已經演變成是一個國安事件 因為譬如說總統這十天 那總統的職務 是不是就應該依照憲法 由賴清德來帶領呢 還有 總統在跟家人 就是確診家人吃飯之後 才開了全國防疫會議 換句話說 包括像陳時中 蘇貞昌 賴清德 還有兩個鄭文燦 還有陳其邁 他們是不是通通應該要採檢匡列了呢 而且沒有人可以幫總統代行 總統職務了 對啊 那所以 之前雙北的市長還說 為什麼沒有找他 現在應該鬆了一口氣吧 所以這個他們 因為現在雖然總統第一採 是陰性沒有錯啦 但是這恐怕不能只是一採而已吧 恐怕還要二採 三採 才能夠確定是不是真的是安全的 在這過程當中 如果是以前的規定的話 這些跟他開會的人 應該都要隔離了 現在如果沒有隔離的話 未來會不會有什麼其他的狀況 如果現在病毒已經攻進總統府了 真的是讓大家都覺得非常的震驚 因為今天總統都已經要被隔離 可切的疫情真的嚴峻 好 七天本土就增加了1400多例 那麼陳時中部長在昨天也首度表態說 清零已經不可能了 未來必然是和病毒共存了 那麼蔡總統也說 未來防疫要以減災為目標 就是不讓輕重者 輕症者轉成重症或是死亡 那麼醫界也呼籲說 那這不是代表必須要有很多 很足夠的抗病毒藥物嗎 問題是我們現在的藥品 等於是每1000個人可以分到一份 在去年5月爆發疫情的前後 專家就說趕快去買藥 趕快去買快篩試劑 怎麼現在還在說採買流程很複雜 有很多的審查的程序 難道又要靠企業來捐贈藥物了嗎 而且我們現在快篩試劑 還是比其他的國家貴很多 不只PCR很貴 我們連到一般的藥妝店 去買快篩試劑 其實也都比其他的國家貴出很多 為什麼這點就是永遠沒有辦法改善 現在是不是真的是要開放跟病毒共存的呢 可是指揮中心跟蔡英文總統又說 沒有 我們現在還沒有要共存 可是我們也沒有要清零 好 那麼黃立民醫師就說了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趕快打疫苗 越快越好 第二個要很快的給藥物 但是我說實在的 不但現在的藥物不夠 如果到時候 如果看到跟以國外的比例來算的話 我們真的全部開放與病毒共存的時候 那每一天是上萬例 甚至幾萬例確診 藥物怎麼可能夠 怎麼買也不夠 陳時中還是繼續的催眠國人說 我們會一步一步走 我們現在還沒有共存 但必然 我們有一天 不知道是哪一天 我們要跟病毒共存 好啦 那既然是一步一步走 那到底是哪一步的防疫措施 會被先廢掉呢 網友就已經開始票選了 網友就說 當然第一個就是下午2點的疫情記者會 就不用再開啦 我告訴你 等到6月 我們這個立法院的會期 5月底就結束了 6月陳時中要去選舉了 我看到時候呢 你要他開他也不來開了 好 都已經說要共存了 還要實聯制嗎 也不需要現在到哪裡去 都還要實聯制也不用了 有網友說 量體溫根本就是一堆量不準的儀器 那些量體溫也都只是形式上而已 但是問題是說 真的是流感化嗎 真的是輕症嗎 最新的英國醫學雜誌說 患者如果在染疫3個月之內 會出現深部靜脈栓塞的風險增加 染疫6個月內 患者的肺部會出現危險性的血栓 或肺栓塞的風險也跟著增加 就連輕症的患者也有死亡的風險 因為畢竟這過去我們人類的經驗沒有出現過 所以你以為輕症好像沒事 可是3個月內6個月內 都還有危險性血栓的風險 所以並不是像大家想的這麼的安全 而且流感的致死率也沒有這麼高 流感的傳染率也沒有這麼高 好 所以邱淑提署長就說了 你以為Omicron很溫和嗎 沒有 在香港已經造成比英美2020年一開始 第一波更高的死亡數 所以感染並不會帶來群體的免疫 Omicron是你會一而再再而散熱被感染 英美的疫情是一波波反覆的死傷 而歐洲很多國家總體的死亡 都上升到了10%跟30% 所以不如大家想的好像很輕鬆 疫情我們現在在台灣剛從100多例增加到300多例 就已經喊要輕症居家了 顯然是忘了去年不逃護理師 怎麼樣造成全家感染 婆婆死亡 因為你回家居家了以後 全家都有風險 連最專業的醫護人員在Alpha的時代 也沒有辦法做到不感染家人 何況現在的病毒量 連銅棟大樓都可以傳染了 更何況是住在同一戶裡面 所以因為現在在Omicron的感染力非常強 如果輕症就住在家裡的話 會不會一人染疫就變成全家染疫了呢 全家染疫總是會有比較 免疫力比較弱的 身體上面有狀況的人 是不是就會增加了很多的風險 這些指揮中心真的想清楚了嗎 這一次為什麼這麼混亂 是因為中央迷信話術 什麼叫迷信話術 我這輩子沒聽過 當你中央講共存的時候 大家就會鬆懈 請問你現在這個動作不像共存嗎 你還是一樣讓大家馬照跑 舞照跳 然後你跟我講 不好意思 不是共存 其實是減災 我其實真想要知道 是不是目前的政府幕僚 它唯一的KPI就是 今天給我想出一個新名詞 這個名詞你心想出來 恭喜恭喜發獎金1萬元 什麼全民自發愛心篩檢 然後減災 我們認真的討論 減災的前提就像剛剛講的 你藥要夠 你不管是瑞德西偉 或者是莫沙東 或者是輝瑞那個藥 是要讓高危險族群 它一有輕症就一流鼻涕 然後一篩檢試 馬上吃那個藥 就不會變成中症跟重症 結果你現在告訴我說 OK 我們有了 結果只有5000份 5000份你要分多少人 所以你要選擇救哪一個老人 就你今天如果有這麼多老人 1萬個老人就不夠了 你知道 就二則一了 第一個 我覺得你沒有準備好就講 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沒有準備好 所以請各位依舊保持高度警戒 而不是給我弄出一個新名詞 叫做減災 我到底要小心 還是不要小心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教育部是在幹嘛 你現在就可以決定東西 你跟我講下禮拜 怎麼樣 六日想休假 你覺得六日不好意思 我教育部我遵守勞動部的精神 這個週休二日 所以我一定要休 我不能提前開會 我不能提前告訴你 我第一個 我真不理解教育部 第二個 我們要說 減災的另外一個條件 是要全面普發 廣發快篩 新加坡的快篩都是政府發的免費 它的誤差大概是80%左右 就是中間有一些靈敏度的問題 也有不是免費的 你要買的 這個安培是95% 你這樣子丟下去 大家才能盡量快篩 你知道新加坡的期待是 人民每週一次快篩 快篩之後就跟我回報 然後你如果回報 企業必須要轉嫁 你就在家休息個5到7天 好 但你現在就跟我 隨便瞎講一個我們要減災 天啊 要不是侯友宜老實 說我願意事辦 誰知道什麼叫在家照護 你知道我真的覺得 國民黨對中央的配合都配合 然後民進黨對地方的要求 都不配合 你覺得如果新北市要配合示範的話 可不會給新北市每一個人 一個免費的快篩 你都沒有 那我覺得我們要這樣講 我們講科學 減災其實就是flatten the curve Boris Johnson在前面就講 把那個曲線降低 那做不到就放棄吧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 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哦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baby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